幻想和魔法永远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一个神奇的故事结束了 另一个故事又将开始 帽子里的小兔 法国的巴鲁威伦文 法国的巴鲁图郭英州翻译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书 完美时光节的书 制茂师哈特先生可是城里有名的人 在他的帽子专卖店里 满满的摆着各式各样的帽子 又用布缝的又用草编的 有的还带着 灵毛 一天哈特先生收到公主的来信 请他到皇宫里走一趟 原来为了出席年一度的盛大舞会 公主要向他订做一顶与众不同的帽子 临走前 哈特先生盯住年轻的小侄子 阿杜儿 我得外出一趟 你可要看好店铺 记住 千万别碰任何东西 你猜他会不会碰 我也不知道 如果是你的话 比如说爸妈妈临出门前 你千万不要碰任何东西 你认为你会碰吗 那也不至于别碰任何东西 我不会碰的 你不会碰的 比如在教室啊 那个化学教室 以后等你上诞一些 里边有些什么硫酸呀 盐酸呀 硝酸呀 那些东西一碰就会烧皮肤什么的 老实说千万别乱碰 那你就别乱碰 比如说在一个那个图书馆里边 有很多书 老实也不会说别乱碰 你只要别 扒着梯子 爬到特别高处去 拿那个特别高的 那会危险 别做这种事情就行 还有一些那个禁止小朋友 去碰的书 比如说那个什么 那个收藏的那个 或者说是古籍啊 什么的 小朋友一碰啊 终于给弄坏了呀 什么的 下一页 哇 这个这个这个 哈德先生刚出门 小阿杜尔就把他的告诫 抛到了脑后 他这里翻那里找 哇 遍地是宝啊 有可以乔装打扮的帽子 有演杂技用的帽子 还有玩球戴的帽子 真没想到 一顶帽子还能玩出这么多花样来 哎 你在哪看的那个杂技 他不就戴好多帽子 是哪来的 有次跟索菲亚一起看 哦 马戏 那俄罗斯的那个 嗯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帽子呢 看起来像个烟囱似的 为什么要把它藏在衣橱顶上呢 阿杜尔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一边把帽子翻过来 他好奇地盯着帽子看了许久 真像个烟囱似的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魔术师的帽子 制帽师的大椅子真舒服 阿杜尔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喂 喂 真的出来一只兔子 一只兔子 两只兔子 三只兔子 五只兔子 六只兔子 四只兔子 十只兔子 九只兔子 十一只兔子 八只兔子 帽子啃起来 帽子摇起来 帽子撕起来 真没想到 一定帽子可以玩 出这么多花样 从兔子天哪 叮叮叮叮 阿杜尔一下子被惊醒了 天哪 这是这么回事 叮叮叮 你好啊 阿杜尔 我是隔壁鲜花店的 我猜 这个小家伙 应该是你的吧 已经跑出去了 阿杜尔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要看得见的地方 几乎遍地都是兔子 停车场 公共游泳池 电影院 摩天大楼的顶上 电脑上 自行车上 门前 门后 窗帘里 冰箱后 还有锅里 鞋里 公共汽车中 甚至连地毯下隧道中 和汽车里面 到处都是 连天空中也有呢 我的老天爷 我可是提醒过你 你什么都不要碰啊 阿杜尔简直回到 毛泽店的时候 几乎要惊呆了 如果有这么重要 不能碰到的东西 他就不应该把这个孩子 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 是不是 让我想起 以前有一个同行故事说 一个什么人 把一个什么人 关在一个什么地方 说一个扇门 绝对不要打开 那他肯定会去打开 他肯定会去打开 对对对 这个监护人没有做好 阿不卡哈 阿不哈 不对不对 这块 送一个 阿爸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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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哈 信号 至貌是哈的先生 还记得帽子的魔法 尖尖的城里的一切 恢复了正常 这个名字我老想成是阿多尔特 那个 嗯 只有 他带走的一只兔子 后面那个影子 你看是一个大兔子耳朵 拜拜 peace pea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